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刘说他的妻子小芳被人杀死了 小刘一边说着这个过程一边痛哭流涕 他说呀这天下午四点多 他本来呢是到家里边取个文件 取完了就想接着返回公司接着上班去 这文件是急着用的 可没想到一回家就看见妻子小芳惨死在床上 衣服呀相当的凌乱 家里边也被翻的乱七八糟 给人的感觉呢既像抢劫又像强奸杀人 出了人命案子了 这不是派出所能解决的了 刑警到了现场之后啊 进行了初步的现场勘察以及尸检 就发现小芳脖子上有明显的掐痕 最终法医尸检认定小芳的死因是窒息而死 那么到底是谁杀的他呢 这时候警方呢又找过来小刘 想让小刘啊多提供一些相关的消息 小刘就说 就几个小时之前 我跟小芳还有说有笑呢 我俩还有一个孩子呢 孩子去上幼儿园了 小芳被杀的时候 孩子还没放学呢 听小刘说完了 民警就更困惑了呀 家里边就小芳一个人 孩子不在家 小刘不在家 那这凶手是怎么进去的呢 撬门溜锁 也不是啊 他们家住在十一楼 通过现场勘察家里的门窗 完好无损 没有任何撬动的痕迹 凶手爬进来 那也爬不进来呀 十一楼啊 他要不是蜘蛛侠呀 很明显 凶手是以和平方式 进到小芳家里边的 那是通过什么方式 骗小芳开的门呢 难道说是煤气公司的 还是抄水表电表的 也不对呀 因为小芳被发现的时候啊 是穿着睡衣的 小芳是一个特别保守的人 给陌生人开门 不可能只穿着睡衣 那么这个让他开门的一定是一个他非常熟悉的人 而且法医经过尸检 房间里的强奸抢劫现场都是人为伪造的 为什么呀 法医一看就明白了 小芳死前呢 并没有发生性关系 因为在小芳的下体里面 没有提取到男性的经验 而这抢劫现场 它也不是真的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 抢劫犯 他不会翻小孩的玩具呀 小孩的这些东西 但是他们家里小孩的东西也被翻的乱七八糟 尽管呢 小刘跟民警说 他们家还是丢失了一些贵重物品 少了几样金银首饰 但是他这说法不可信 因为呀 警方到现场之后 小芳脖子上戴着一条白金项链呢 你翻箱倒棍去找金银首饰去 那死者脖子上那么明晃晃的白金项链 为什么就没拿走啊 再加上小芳的手机呀 当时也是新换的 各位2012年 智能手机刚刚普及 刚刚兴起来 那时候大家最喜欢的就是苹果手机 小芳买的就是一个苹果 一个新苹果手机呀 这要拿出去 卖给谁都好卖呀 为什么这手机 它也没动呢 如果是抢劫的人 不可能放过这些东西呀 这是唾手可得呀 所以呀 警方已经能够断定 这起案件 既不是因抢劫杀人 更不是因强奸杀人 那么 伪造这么一个抢劫现场 强奸现场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呢 警方啊 对死者的家 进行了一个鉴定 除了警方和小刘的脚印 被排除之外 还有一个脚印 不知道是谁的 难道这个脚印 是嫌疑人的吗 那这嫌疑人 又是谁呢 现在呀 没有办法确定 民警呢 只能又看小方家门口的监控 在监控里 能看出来 这天上午 小方跟她的丈夫小刘 还有孩子 一家三口 一起从楼里边出来 夫妻俩 还有说有笑的呢 小方啊 是去送孩子上学的 过了二十分钟 小方就又回来了 小方这天没上班 因为身体不太舒服 所以跟公司请假了 吃完午饭之后 小刘也回来了 小刘回家 是下午一点半左右 通过监控 也能看出来 小刘离开家 是下午两点多 从监控里面看啊 夫妻俩的情绪 挺正常的 还有一点更主要的 除了他们夫妻俩 进入到自己家之外 再也没有发现 任何其他人的踪影 没有人哪 这监控摄像头 就拍着呢呀 那人隐身的隐形的 葫芦娃溜娃 那不可能啊 难道说 这一切都是小刘的谎言 真正的凶手 是小刘吗 民警呢 就把小刘带走 了解详细情况 当得知民警 怀疑他之后 小刘啊 一再说 不可能是我 我不可能杀人 我跟小方感情那么好 我怎么会对他痛下杀手呢 不管他怎么说 警方得查呀 直到后来民警 发现了一个重要证据 小刘才知道完了 我别撒谎了 撒不出去了 原来呀 那天小刘一直 穿着一件灰色的短袖 进进出出的 中午一点半回家 两点左右再出去的时候 换了一个格子的那种抛露衫 咱们也会在音频下面的那个照片里边啊 给大伙放上 他回家半个小时 不是说是拿文件的吗 怎么还换件衣服啊 之前那衣服上 他也不脏啊 难道是因为杀人的时候 那灰色短袖上沾染血迹啦 还是沾染什么痕迹啦 不得不换衣服啊 所以民警问他 你为什么要换衣服啊 小刘整个人就懵了 什么也不说了 这疑点就越来越大 民警啊 继续对他审讯 您各位还记得 咱一开始说的那细节吗 小刘报警的时候 他说他是下午四点多回到家里 发现小方死的 但是监控视频拍下来 小刘一点多回了一趟家里 两点多就又走了 而根据法医的尸检结果 小方死亡的时间 就是在下午两点左右 那个时间点小刘可就在家里边呢呀 他这谎啊 撒得太多了 不老话说的好吗 你每说一个谎言 就得用无数个谎言去圆他 这撒谎撒得太多了 哪个都圆不上了 越来越多的证据都指向了小刘 最终小刘不得不承认 的确是他杀害了妻子 上期节目啊 咱们提到了 这小刘撒谎撒得太多了 后来也圆不上了 最终啊 心里防线彻底崩溃了 他彻底交代 小方是我杀死的 小刘说呀 为什么他要杀妻 是因为他那天回家之后 他的妻子呢 看他躺在床上 就说他 你看看你 整天的什么也不干 他呢 总是听自己的妻子小方 唠唠叨叨的 听烦了 直接说了一句 你再说 你信不信我掐死你啊 小方也不怕他呀 直接还了一句 有本事 你掐死我呀 嘿 这一句话 彻底把小刘给激怒了 上去就掐住了妻子的脖子 甭管小方怎么挣扎 就是不带松手的 小方确实是两点左右的时候 被他掐死的 那这夫妻之间以往 有什么特别大的矛盾吗 为什么 妻子这么一句抱怨的话 就让他做出了杀人的举动呢 这还得从最初 他们的相识开始说起 俩人呢 是04年认识的了 在哪认识的呢 在驾校里边 俩人都在考驾照 在驾校学开车 小刘对小方啊 是一见钟情 就开始追求小方 小方呢 后来也被小刘感动了 也就同意了小刘的追求 就谈恋爱 但是小方父母不同意 为什么呢 俩人差距太大 小刘只有初中学历 工作也不好 而小方呢 是大学本科毕业 初中学历跟本科学历 那这个差距确实不小啊 他俩的工作呢 那更是天壤之别 小方人家工作好 工作稳定 挣得也多 小刘呢 那只能是三天换一个 五天换一个 所以啊 小方父母看不上小刘 不过小方 后来真的喜欢小刘 还是顶住压力 答应了小刘了 俩人前前后后恋爱了三年多 也就结了婚了 结婚之后啊 小方呢 在苏州一家相当不错的单位工作 人家还是一个领导层了 年收入那是非常可观的 为了不让小刘那么辛苦 小方就把小刘 也招进了公司 但小刘 毕竟学历太低了 在公司里面呢 只能干一些最基础的 最基层的活 俩人这一下成了同事了呀 这小方成了大领导了 小刘 那在公司里边 没啥地位啊 小方这个女孩子呢 学历高 工作能力非常突出 赚钱赚的也多 整个家里里里外外 都是靠人小方 包括 后来这小两口 在苏州买的房子 也是小方赚钱买的 您各位知道 苏州的房子可不便宜啊 这小刘啊 甭管从哪个方面 都比不过小方 所以她的内心是非常自卑的 到了单位之后 看看周围这些同事们 哪个都比我能力强 哪个都比我学历高 自卑 回到家之后更甭提了 这是我大领导啊 啊 我还靠人吃饭呢 更自卑了 自卑心里啊 长此以往的话 往往就会产生仇恨的情绪 因为自卑者呀 往往内心是十分敏感的 就感觉我之所以生活是这个状态 你也对不起我 他也对不起我 你们都对不起我 反正就是自己没有原因啊 所以这小刘 后来对小方越来越不满 就觉得小方太强势了 在家里什么都他说了算 就在命案发生前的一个月 小刘的母亲呢 到了苏州 就住进他们夫妻俩的房子里了 本来小方跟婆婆关系处理的就不好 婆媳关系比较紧张 这回婆婆来呢 更是想把孩子带回老家去养 小方更不同意了呀 我自己能带得了孩子 为什么要把孩子带老家去呢 在苏州教育环境多好 生活环境多好啊 再说了孩子还小呢 离不开妈妈呀 所以呢 就拒绝了婆婆 照理说这事很正常对吧 孩子最好的 那就是跟在父母身边呢 婆婆呢 挺不开心 闷闷不乐的就走了 小刘就更生气了 我妈说把孩子带回去 你为什么不让他带回去 你就是看不起他 就因为这事就有了隔阂了 不过小刘啊 更多的不满情绪 还是忍了下来 别在心里边不说 俩人的关系越来越差 有一回呢 小方在网上发了这么一句话 还有生活在一起的必要吗 显然小方对小刘 也是失望透顶了 小方啊 心里边也苦 好多委屈的话 没法跟小刘说 所以呢 最终只能是在网上发泄 好些个网友还劝他呢 而小刘啊 把更多的不满都埋在心里 这其实是男女之间很大的一个区别啊 女性是更有倾诉欲的 跟身边人倾诉不了 可能选择在网络上倾诉 但是男性呢 更多的是选择忍忍忍 但是忍到最后往往就会出大事 在小刘的心里啊 都已经感觉到俩人之间 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了 案发那天的俩人本来没什么大事 就是因为小方生病了 看见小刘回来什么也不干 直接躺床上睡觉 他就唠叨了一句 没想到小刘还真要掐死他 据小刘说 一开始小方挣扎得很厉害 到后来一点也不反抗了 可能对于他来说 他也认为这是解脱吧 对于杀妻这件事 小刘后来在面对警方的时候说 我想跟小方说句对不起 我确实有很多地方对不起他 哪怕我死了 我也没脸见他 现在想想 这个家确实是他一直在养着 他能赚钱 我在家里没地位 给了我很大压力 我就活在这种自卑之中 我没想到 小方这么优秀的一个妻子 让我杀死了 要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希望是我去自杀 而不是杀死他 但小刘就没想想啊 本来他俩之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 纵然是真有大的夫妻矛盾 那不在一起过不就得了吗 为什么非要到死一个的程度呢 小方的父母更接受不了了 这么优秀的一个女儿 一个独生女啊 本来当父母的当时就不同意他们这门婚事 现在啊 女儿竟然死在了女婿手里面 小方的父母也一再跟警方表示 我们只要杀人偿命 还我们女儿的命 不过这时候再说什么 也都晚了 那咱们再来解答 最开始提出的一个疑问 警方在进行现场勘察的时候 不是发现了另外一个人的鞋印吗 据小刘说 他呀 在杀害小方的时候 提前换上了小方的拖鞋 所以那几个鞋印分别有民警的 有小刘的 有小方穿的自己的鞋的鞋印 还有小刘穿着小方拖鞋留下的鞋印 哪怕是同一双鞋 不一样的人穿 那么最终留下的这个痕迹啊 也是不一样的 从他杀妻之前故意换鞋这一点 也能看出来 小刘说他是冲动之下杀死了小方 但似乎这一切 这都是有预谋的呀 行了 这个案子呀 咱们说到这 更多内容下期节目再会 1987年12月29号 内蒙古自治区赤丰市郊区 孤山子乡 纳木达村分销店 青年营业员刘英辉 来到十年58岁的蒙古族牧民 刘喜全家 找他呀 去分销店做伴 因为这刘喜全家呢 有三匹马 一辆马拉板车和一辆小三轮车 所以分销店经常找刘喜全帮忙拉货 遇到分销店只有一个人值班的时候啊 就找刘喜全去做伴去 这种情况一个月得有这么七八回 不过当时啊 刘喜全不在家 刘英辉呢 对刘喜全的老伴说 等刘喜全回家之后 让他来分销店 说完了 他就走了 等刘喜全回家之后 听老伴说 分销店的小刘来过 知道应该又是找他去分销店做伴的 吃完晚饭之后呢 就去了分销店和刘英辉做伴去了 当天晚上接近八点的时候 刘喜全正在分销店外屋洗衣服呢 刘英辉在礼物炕上躺着看书 刘喜全洗完了衣服 往大门那儿走去 准备把水呀 就泼出门外 打开门 哗啦一下子泼出去水 准备就把门关上 这时候突然有两个人影 可就扑了上来 刘喜全呢 赶紧拉了一下门 试图把门关上 但是没成功 两个人影 一边一个 拧住了刘喜全的胳膊 拼命的试图把他往地下摁住 制服了 还打算用绳子把他捆起来 刘喜全拼了命的挣扎反抗 两名歹徒一时间 也没有办法把刘喜全这个老头控制住 礼物的刘英辉 听见外边的打斗声音了 从炕上跳下来 走出礼物查看 此时两名歹徒中的那个大个子 看到刘英辉出来 丢下刘喜全 让同伙对付 顺手呢 抄起一把铁线举着 就向刘英辉脑门砸了过去 刘英辉呀 集中生智的说 大哥 你也别打我 你要啥 我给你啥 把钱都拿出来 这大个子呢 果然把铁线就放下了 与其让他像个眉头苍蝇似的 进去翻箱倒柜 还不如让刘英辉自己去拿出来呢 还在和另一名歹徒搏斗的刘喜全 当时觉得完蛋了 事后他回忆说呀 小刘要是真去找钱就完了 不过刘英辉比刘喜全想象的机灵 进屋之后 总是围着办公桌东翻西找 偏偏就不动那个 放着三千多现金的大抽屉 并且竭力阻止那个大个子接近办公桌 明显是在保护办公桌 正在和另一名歹徒搏斗的刘喜全 看出来刘英辉的用意了 立即士气大振 全力拼了老命继续搏斗 一边搏斗一边喊人 但一时间呢 也没人过来 在这期间呢 前院有个小伙子听见刘喜全的呼救声了 要出来看看 结果被他媳妇硬拉回屋里边了 刘喜全想把那歹徒 扯向院子里的一堆铁块那儿 好趁他不注意给他一铁块子 但是无奈 自己力气不够 扯不动歹徒 此时屋里的大个子 总算看出来刘英辉是在耍他 好拖延时间等人过来 顿时恼羞成怒 举起铁仙 朝着刘英辉的额头 就打了一下 顿时把刘英辉的额头 就开了一道口子 趁着刘英辉捂着口子 七荤八素的时候 这大个子又来到了院子里边 对着刘喜全的脑袋 又是一铁仙 鲜血啊 顿时从刘喜全的额头上 顺着脸颊就流了下来 刘喜全忍着疼痛 用左手抓住铁仙 打算把这铁仙给夺过来 但是被大个子歹徒拧脱了手 大个子随后又朝刘喜全的右胳膊打了一仙 刘喜全这个疼啊 松开了抓住的另一名歹徒 于是两名歹徒对着刘喜全 一顿拳打脚踢 大个子朝着刘喜全又砸了好几仙 直接把刘喜全打得失去了知觉 把刘喜全打晕之后 两名歹徒呢 又准备进里屋抢劫 怎料里屋的门已经被刘英辉给反锁住了 两名歹徒冲着门砸了一阵砸不开 窗户上还有铁栅了呢 歹徒无计可施 又怕真有人过来 僵持了一会儿夺路而逃 当刘喜全醒过来之后 看到歹徒已经跑得没影了 而刘英辉呢 还在里屋隔着窗拼命的大声喊人 刘喜全就问刘英辉 有没有东西被抢去了 刘英辉说呀 什么东西也没被抢去 刘喜全 这才松了一口气 瘫在了院子里 直到有群众赶到 供销社主任安排汽车 把刘喜全和刘英辉送往赤丰市医院抢救 抢救费用呢 由供销社来承担 刘英辉的头被打破了 诊断为脑震荡 刘喜全则严重的多 右胳膊骨折 左胳膊受伤 头顶被铁仙砍出来了五道口子 头皮都翻卷了出来 在医院里住了四十多天 在刘喜全的强烈要求之下 才在美好利索的情况下出了院 用刘喜全自己的话来说 供销社已经花了七百多了 不能再给公家增添负担了 我说啥也不能再住了 就让我儿子呀 办了出院手续 我这人就是这样 只要少给公家添麻烦 我能对付过去就行了 刘喜全出院之后 供销社组长在过年之后 专程到刘喜全家道谢 一进门就向刘喜全下跪 您这么大岁数了 替我挨了一顿砍 总算把钱保住了 要不为这三千多块钱 我蹲大狱都够资格了 老哥 我谢谢您呢 哎 都是为了公家 还说这些干啥呀 事后 内蒙古自治区区委 区政府和自治区公安厅 授予刘喜全和刘英辉表彰和奖励 给二人呢 各计一次二等功 1988年6月份 刘喜全和刘英辉 都获得了全国建议勇为 英雄模范的光荣称号 并且呢 以内蒙结果 随后警方呢 就开始询问女博士的老师朋友 看能不能从她的日常生活里面 找到消失的线索 这女博士啊 名叫安妮 出生在越南 她有一个男朋友 叫乔纳森 据说俩人在大学时候就认识了 并且就走到一起了 如今呢 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而婚期就定在了2009年9月13号 这一天也就是女博士失踪的第五天 这时候啊 有人就想 这安妮是不是眼瞅着 婚期将近了 就要结婚了 开始后悔了呀 然后就逃婚了呢 再或者 是不是和男朋友 发生了矛盾一赌气 我跑了吧 呃 又难道 是安妮的男朋友绑架了她 反正各种各样的说法 全都冒出来了 安妮消失的第五天 大家并没有在她的婚礼上 等到她的出现 正当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 有人就说呀 安妮消失的那间实验室里边 突然有一股恶臭味 不断的散发出来 警方再一次前往实验室 经过仔细的搜查 发现这股恶臭味 是从屋子里的一个装有各种实验品的架子方向传过来的 经过警方仔细搜查 发现这股臭味啊 是这个架子后面墙上的一个缝隙里边传出来的 警方突然就有了不好的预感 把这书架挪开在墙上 就扒开了一条小缝隙 往里这么一看 这里面果然有一具女尸 警方呢 迅速的凿开墙壁 把女尸抬了出来 经过法医几个小时的鉴定 最终确认 这具尸体就是消失的女博士安妮 她是死于窒息 是被人掐住脖子活活掐死的 凶手为了不被别人发现自己的罪行 选择把尸体埋在墙里 然后又把装实验品的架子挡在墙的前面 怪不得警方之前搜了很久都没发现 由于安妮被塞进了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 导致尸体不仅发了臭 还严重的变了形 死状啊 那是异常的恐怖 在场的人非常的震惊 这一天 原本应该是安妮大喜之日啊 原本可以穿着漂亮的婚纱 嫁给自己的爱人呢 但是安妮可能无法想到自己的新婚之日 竟然变成了自己的葬礼 警方也好 安妮的老师朋友们也好 都很同情她 发誓一定要为她查出杀人凶手 让她死而瞑目 警方再次仔细的勘察了案发现场 绝不错过任何蛛丝马迹 最后警方把目光放在了一只 奇怪的钢笔上 为什么说这只钢笔奇怪呢 原来呀 这只钢笔的外观和普通钢笔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里面的墨水啊 是绿色的 各位 您用钢笔的时候 要么是黑墨水 要么是蓝墨水 对吧 顶多有人用红墨水 谁用过绿墨水啊 根据这条线索 警方很快锁定了与这条线索有关的嫌疑人 据人爆料说呀 这个人呢 叫雷蒙德克拉克三世 平时性格很古怪 经常使用绿色的墨水写字 他究竟为什么喜欢用绿色墨水写字 是因为他觉得这样会显得他是最与众不同的 咱们再来看他这个名字 不用想也知道 他是想让人以为他是贵族的后代 因为你看克拉克三世啊 就好比有一天我也改名了 我不叫吕鹏了 我叫吕鹏武士 对吧 可是这克拉克三世 只是这个学校里面负责清洗老鼠笼子的一个年轻工人 紧接着呀 警方又调查了安妮消失那天 实验室的其他刷卡记录 这时候警方惊奇的发现 当天的确有一个人在同一个时间段 与安妮一起待在实验室里 这个人正是喜欢用绿色墨水的雷蒙德克拉克三世 警方迅速对他进行了逮捕 但是这个人呢 性格古怪 不仅喜欢绿色的墨水 起搞笑的名字 还愿意跟老鼠为伴 所以当警方逮捕他的时候啊 一句话也不说 很快警方又在他的鞋子上检验出了安妮博士的血迹 这一下子铁证如山啊 即使他不开口也能确定他就是这个残忍的杀人凶手 如此一来他杀害女博士安妮的杀人动机又成了迷了 因为安妮平时除了工作之外 跟克拉克三世啊 并没有什么交集 没有什么情感纠纷 但是根据了解 克拉克三世的同事们说 说克拉克呢 是一个有着很强控制欲的人 而且非常喜欢实验室里边的老鼠 并且对这些老鼠有着特殊的感情 每天呢 他都得把老鼠要呆的那笼子清洗的干干净净的 而安妮呢 对这些不感兴趣 再者说了 女孩子怕老鼠的多啊 实验结束之后 就不会管老鼠和老鼠笼子了 据说俩人就因为这件事情发生过口角 而警方也在安妮的手机里边 查到了案发当天 克拉克三世给他发的消息 短信的内容是 让安妮回来清洗老鼠笼子 难道就因为这件事啊 俩人在实验室发生矛盾 从而使得克拉克三世对安妮痛下杀手吗 这让大家包括警方都难以置信 也不能把他当作杀人动机来看 为老鼠杀人不至于吧 直到2011年3月份 克拉克三世终于向警方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承认了自己就是杀害安妮的人 他说呀一开始呢他对安妮有好感 喜欢他 但这份感情被安妮知道之后 安妮表现的非常嫌弃 而且安妮呢还和其他同事在一起 讽刺过克拉克三世 说他性格变态并且猥琐 而且他的样子也令人作呕啊 看见他就跟看见大海似的想吐啊 这些话呢就传到了克拉克三世耳朵里了 克拉克听见之后气得都不行了 就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案发当天呢 实验室里边呢只有他和安妮两个人 安妮故意离他远远的 为了彻底打消他的非分之想 安妮有意无意的就向克拉克三世 提起了自己要结婚的事 就劝他呀 赶紧死心就得了 但安妮没想到的是 当时默不作声的克拉克三世 脑子里边已经在计划着如何杀死安妮 随后呢 他趁着安妮不注意 把他打晕了 并且性侵了他 然后又把安妮绑了起来 直到大半夜 确定实验大楼空无一人的时候 才把安妮活活的勒死 然后又把安妮的尸体藏在了墙里 至此安妮的死因真相大白 但克拉克三世并没有如人们所愿被判处死刑 大家也都知道啊 在国外判处死刑是非常非常难的 他呢 被判处了有期徒刑44年 我们也不知道这44年里面 克拉克三世是不是会心怀愧疚的生活下去呢 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命案发生在云南省姚安县小义村 2010年8月8号早上7点左右 小义村的村民方大婶起床之后呢 准备去赶集去 方大婶一想 我也别一个人去了 看看金兰去不去啊 金兰是谁呀 那是他的邻居叫张金兰 平时呢 关系不错 想着叫着邻居一块去吧 热热闹闹的 方大婶呢 就来到了张金兰家门口 在外边啊 就喊了几声 金兰 金兰 走啊 赶集去呀 哎 也没人搭理他 金兰 金兰在家吗 这还是没人搭理他 他呢 就来到了张金兰的卧室 刚走进卧室门口 眼前的这一幕啊 可就把方大婶吓得浑飞破散 怎么呢 就看到地上啊 都是血 再往里这么一瞅 张金兰浑身是血 躺在柜子旁边 方大婶哪见过 这场面啊 亮亮呛呛的 可就跑了出来 一边跑 一边喊 金兰出事了 金兰出事了 听到动静 附近的村民们 也就都赶了过来 到现场这么一看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啊 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接到报案 姚安县公安局的 侦察员和法医 来到现场进行勘查 首先呢 法医就对尸体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尸检 发现张金兰头部有菜刀类的锐气形成的伤痕 是颅脑重度开放性损伤导致死亡 民警看到这情况之后 也立刻对周边的群众进行一个询问 这时候啊 方大婶又反映了一个情况 方大婶说 平时金兰呢 都是跟小红英睡在一起 这不早上 我看见金兰出事了 没见着小红英 小红英是谁呢 是张金兰的女儿只有12岁 民警一听 哎呦 孩子不见了 那孩子到底去哪了 是不是让凶手挟持走了呢 得知这个情况之后 立刻发动村民 帮忙寻找小红英 可是就在询问的时候 就在动员村民们的时候 有细心的民警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 一提起张金兰来 好些个村民那脸上啊 哎呀 那阴晴不定的那么种表情啊 很诡异很怪异 好像心里边藏着什么事 也不敢明说 随后啊 民警挨个的对村民进行询问 这才知道 这张金兰在小一村 着实是有点名声的 但可不是什么好名声 村民们说 早在1991年张金兰就结婚了 他的丈夫呢 叫李永和 俩人除了有个女儿之外 还有一个儿子 这些年来啊 李永和呢 一直把儿子带在身边 去外地啊 打工去了 2005年的时候 这村子里边呢 来了一个四川的瓦匠 张金兰跟这个瓦匠 可就混到一起了 这个瓦匠呢 叫何子华 白天呢 在邻村的工地上干活 平时呢 很少跟村子里边的人接触 晚上就回张金兰家里边 俩人同吃同住 已经五年的时间了 村子 村子里边人 这都是看在眼里边 心里边都跟明镜似的 但也不好多说什么呀 所以就有村民怀疑 杀害张金兰的人很有可能 就是何子华 警方呢 也在现场进行了细致的勘察 警方根据现场的情况推断 张金兰遇害之前 凶手就已经在张金兰家里边了 门锁呢 是从里边被破坏的 很可能啊 是凶手作案之后 落荒而逃的时候 将这门锁暴力破坏的 随后侦察员还发现了酒瓶 发现了烟头 这也验证了警方之前的推断 因为张金兰最起码不抽烟 这凶手很可能就是熟人 而且和张金兰的关系比较密切 很快在案发现场 侦察员还发现了两部手机 而这两部手机里 只有一部手机是装着电话卡的 经过调查 没装手机卡的是个白色手机 那个白色手机是张金兰的 而另外那个装着电话卡的 是一部黑色的手机 那这手机是谁的呢 您各位肯定说何梓华的 哎 不是何梓华的 而是另外一个男子 刘某的 因为装着卡呢 一通过这电话号码一查 很容易查出来 民警立刻就找到了刘某 得问问他呀 为什么你的手机会出现在张金兰家里边呢 刘某一听 什么 张金兰 谁是张金兰呢 我可不认识什么张金兰 原来呀 这刘某的手机一年之前就在市场被偷了 当时还报了警了呢 但现在也没找着 随后警方又查询了报警记录 果不其然 刘某的手机的确一年前丢了 报了案了 有相关的记录啊 这证明刘某人家说的是实话 至此 这个手机的线索可就断了 这边警方在权力侦破 时间呢 也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现在最让大家揪心的还是张金兰的女儿 小红鹰 小红鹰到底去哪了呢 案发十几个小时以后 警方在十几公里之外的一个庙里头 总算是找着小红鹰了 再看这小红鹰吧 十二岁的一小姑娘啊 低着头 也不说话 很害怕的样子 瑟瑟发抖 民警啊 也劝他 也安慰他 小红鹰呢 终于啊 慢慢放松下来开口了 而小红鹰讲述的案发 经过是一个让警方听来极为震惊的事情 据小红鹰说 案发当天早上六点多 案发当天早上六点多 他呢就起来了 跟小伙伴一起在不远处的院子里边玩 突然他就听到自己家传来了一声救命 小红鹰 小红鹰透过门窗就看见何子华拿着一把菜刀 而张金兰浑身是血倒在柜子边上 听小红鹰这么一说 警方一看 哟 那就是何子华了 抓他去吧 正当刑警打算抓捕何子华的时候 光禄派出所的民警提出疑问了 民警说呀 这事不对 应该不是何子华 案发之前 我们亲自把他送上车的 哦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会是派出所的民警把何子华送上车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警方就在准备抓这何子华的时候 派出所的民警说了 应该不是他 因为案发那天哪 是我们给他送上车的 哦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会是派出所民警给他送上车的呢 原来啊 就在案发前一天 张金兰到了光禄派出所报警 表情显得特别紧张 张金兰说 我家里有个男的 一直赖在我家不走 我是个有家事的人 这几年 虽然跟他住一起 但我总感觉不合适 他有些小头小摸的坏毛病 还被公安机关处理过呢 随后啊 民警找来何子华 给他们调解了一下午 最终啊 经过民警调解 何子华同意 和张金兰分手 离开的时候 还是民警帮他找了一辆顺风车 他看着何子华拿着行李上了车 那么这何子华上车之后去了哪了呢 凶手不是何子华还能是谁呢 警方随后调去了村口的监控 哎 却发现哪 这何子华 在大半夜的时候 又偷偷摸摸的溜回来了 因此 现在能够基本确定 何子华 就是杀害张金兰的凶手 警方立刻对何子华 展开了一个深入调查 何子华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 就从四川到了云南了 一直啊 也没有回老家办过身份证 所以人口信息网上 除了他的姓名和籍贯之外 没有电子头像 就没有照片 因为何子华呢 很少跟村里人来往 所以村民们也没有他的照片 那只能问大伙啊 长什么模样啊 大家就说呀 何子华个子不高 有一只眼睛啊 是斜眼 但这个描述也太笼统了呀 你找画像专家都画不出来 该是什么模样 现在也不知道该从哪查起 突然警方想到一事 张金兰不是说过吗 何子华有小偷小摸的习惯呢 那他会不会被公安机关处理过呢 正巧这一查 还真查到两个月之前 何子华因为盗窃被处理过 当时负责办案的民警 还拍摄了视频呢 如此一来 可就有了何子华的头像了呀 知道长什么模样了 警方第一时间发布协查通告 把这照片呢 也上传到了网络上 可是 等来等去 一直 也没等到消息 这一等啊 就是好几个月 2011年 声势浩大的 清网行动 在全国范围之内展开 各地公安机关也立下军令状 对网上所有追逃人员 进行全力抓捕 其中就包括何子华 姚安县一共有13名网练人员 在清网行动之中 一共抓回了12个人 唯独就是何子华没有线索 哎呀 那接着找吧 这一找又是好几年 一直到了2018年 云南边境的缉毒民警啊 在对一辆客车进行检查的时候 就发现有一个男的 神色很慌张 那眼睛啊 滴溜溜乱转 这就引起警方注意了 要是心里没鬼 你害怕什么呀 警方对他进行问询的时候 这男的就说 我没带身份证 我是坐车 准备回四川老家 那你叫什么呀 身份证号码是多少啊 我身份证号码 记不得了 那你叫什么呀 我我我我我 说了半天 始终就是说不出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证号 这就更有问题了呀 18年了 行政科学技术多先进呢 打开手机里的人脸识别系统 对着这男的啪一扫 果然警报滋滋就出现了 在全国再逃人员信息系统当中 何子华的名字谈了出来 就这样 前逃八年的何子华终于落网了 随后姚安县警方把何子华押回了姚安县 在审讯过程之中 何子华承认了杀害张金兰的犯罪事实 据何子华说 他跟张金兰呢 其实是在1983年的一次活跋节上认识的 当时20岁的何子华 对张金兰是一见钟情 俩人很快就走到一起了 但张金兰的父亲呢 强烈反对 觉得何子华品行不好 后来是在亲戚的介绍之下 张金兰这才认识了丈夫 李永和等于何子华是在李永和之前 没过多久 何子华呢 也因为盗窃 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何子华刑满释放之后 在05年的时候 竟然在县城里边 偶遇到了张金兰 俩人 在20多年前就有过一段感情啊 现在 这是又重逢了呀 给何子华兴奋的都不行了 正好这时候 张金兰的丈夫不一直在外边打工吗 也很少回来 俩人旧情复燃又走到了一起 俩人也不避嫌 光明正大的就同居在了一起 五年的时间里 这俩人呢 俨然就像夫妻俩似的那么过日子 据何子华说 在这五年的时间里啊 他为这个家是也出钱 也出力 对张金兰的女儿小红英 那也是势如己出 虽然说何子华对母女俩还不错 但他本性难改 一直改不了小偷小摸的恶习 这让张金兰很难接受 俩人还为此经常吵架呢 甚至在案发前一天 还闹到派出所了 就在案发前一天 何子华同意离开 找张金兰要二百块钱路费 可是张金兰无情的拒绝了 正因为如此 来到汽车站之后 何子华越想越气 我这五年啊 光为他打工了 我什么也没得到 他一直也不愿意跟他丈夫离婚 看来啊 他打一开始 就没想跟我真正的在一起 何子华越想越憋屈 无法忍受这种屈辱 慢慢的丧失理智 决定要报复张金兰 2010年8月7号 何子华再次回到了张金兰的村子 来到了张金兰的家里 何子华呢 一直在张金兰家外边 等到早上五点多 见小红英出去跟朋友玩去了 何子华冲进了张金兰的家里 在家里残忍的杀害了张金兰 杀完人之后 卧室的门啊 被风啪的一下 给吹上了 这门呢 里边没插着钥匙 在外边插着呢 所以啊 也开不开 何子华找来锤子 把这锁就暴力的砸开了 然后仓皇逃走 在逃亡过程之中 何子华说也想过去自首 但还是因为侥幸心理 最终也没自首 2019年4月份 云南省楚雄一族自治州 中级人民法院 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何子华死刑 缓期两年之刑 那做风尘女子有多惨 这么说吧 一天最少接客三啤 中年不休 长期喝药来控制京妻 性病要强加控制 导致一生不孕 被老宝毒打 用力气戳下身 被那打手集体蹂躏 流产恢复期 还有接客气 否则独行伺候 最可怕的是 这一切都不是自愿的 是被人囚禁逼迫的 有人为了逃跑 从霸楼跳下去 高位劫瘫 有人被折磨成了精神病人 有的是被活活打死 有的被关押六年 与排泄物一起发乱发臭 乍一听 这好像听错专辑了吧 这是老道书馆 黑历史吧 讲的都是旧社会里 下等窑子里的惨剧 不是 您没听错 这是09年 重庆警方 从小姐集中营当中 解救出的大批 被当作性工具的姑娘 那以上种种行为 种种遭遇 是他们日常经历的一角 而他们背后的施暴者 也是女人 通过残害同庆 15年之久 穿了重庆黑老大 脸财上亿元 今天讲述的是 重庆恶枝花 当代老宝子的故事 欢迎收听 话说那是08年的重庆 幼儿园里的妈妈们 是羡慕死丹的妈妈了 开着豪车 拿着明包 喷着高级香水 保养得跟20多岁大姑娘似的 是窈窕美艳 根本看不出 都生过三个孩子 这丹的妈妈 很少接送孩子 多数是保姆全程服务 据说回家连饭都不用做 所以 那些其他孩子的妈妈们 就喜欢打听八卦 打听过 她是干什么工作的 怎么这么有钱呢 每次被问及 这丹的妈妈 总是微微一笑 说自己是跟丈夫合伙 开公司的 做点小买买 但是 还是有人觉得不对劲 因为 就这女人身上 有一股风尘 媚态 和事快的精明 晚饭过后 这丹的妈妈 把孩子们交给保姆 准备上班 临出门之前 她是虔诚的 在佛堪前市烧香跪拜 又慈爱的 吻蔽了宝宝 上班路上 这丹的妈妈 与其严肃打通电话 她说着 姐 最近风声有点紧 听说好几家被查了 咱们这儿 要不要歇夜几天 避避风头啊 这话一说出来 电话那边 是个女人的声音 沉着冷静 说什么 怕什么呀 咱们事例通天 谁敢动咱呢 接着 电话里那女的 让丹的妈妈 这月收入再搞上一搞 说什么 孝敬打点用的花销太大了 不多时 这车子很快 停在一家茶楼门口 生意太好了 没到营业时间呢 这客人便在楼下 是扎堆等待了 有蹲在路边抽烟闲聊的 还有站在树下 隐蔽在树干后边 更有几位 是假装在附近散步 不时看着表 丹的妈妈 看这些如饥似渴的男人们 露出了满意 又妩媚的职业微笑 上楼推门而入 排成方队的服务人员 是七刷刷 把身体折成了九十度 高喊着老板好 这是一个一百多人组成 穿着统一制服的专业团队 只不过这里边的美女 个个穿着暴露 黑丝高跟鞋 浓妆艳抹 那男服务员们 目露金光 满脸横肉 丹的妈妈是心满意足的点点头 从容的摆了摆手 嘴角轻着浅笑 却不怒自卑 说这是茶楼 都是什么人呢 这哪是什么普通茶楼啊 这是重庆最大的银窟 亮点茶楼 里边那性感女郎 全都是卖淫女 服务人员 则是地痞流氓打手 但这里有重庆最乖的妹子 用温开水和每个钟 仅八十元的费用 吸引了大批色鬼是驱逐肉 这丹的妈妈 表面上是一个 和矮的三孩妈妈 贝地里是亮点茶楼的二当家 那些家长猜的没错 她就是做小姐出身的 而且是跟亲姐一起下海的老婆小姐 只不过此时的她已经不用亲自卖身了 经过十四年的努力 跟姐姐搞下了九家店铺 那美容店 宾馆 茶楼 全是严酷 就这间茶楼 是其中最大最火的一家罢了 而他们姐妹俩那赚钱手段 堪称歹毒凶狠 比旧社会那老宝子还要残暴呢 不但黑白两道通吃 还搞起了小姐集中营 那拐骗训化控制囚禁一条龙 说每天正式营业之前 茶楼都要搞例行检查 负责人叫陶叔 一脸凶狠样 是个中年男子 那是重庆黑道著名大混子 投靠了丹丹妈和严酷大老板三姐 那店铺里所有流氓打手都是她召集过来的 那检查的第一步就是搜身 搜谁的身 搜小姐的身 本管是头发里 还是内衣内裤里边 一律不能藏有私人物品 因为这些女人都不是心甘情愿出来卖的 而是长期被禁锢控制住的性工具 她们是老板的摇钱树 那这会儿 一个叫江月的女孩身上掉出来一封信 那是封求救信 那见到这东西 这江月吓得是跪在地上连连磕头 说这不是他的 这真不是他的 然后抓着二老板的鞋面 是痛哭流涕 跪地求饶 结果呢 那丹丹妈冷笑一声 怎么了 在我这干活委屈你了 要不是没给你们工资 接着 这高热鞋直接踹在了江月胸口 唉 脸蛋不错 别弄死了 这话刚说完 那陶叔立刻带着几个混混 把江月拖进个包厢里了 不多时 淒厉的惨叫喘出来 小姐们是捂着耳头 却不敢流眼泪 怕把那装面打花了 毕竟装花了的话 会招来毒塔的 那这时 这丹丹妈又说了 说了多少次了 再搞小动作 直接敲断腿 这话说完 几个保洁员是低下了头 这些保洁 都曾经是想逃跑的小姐 如今腿绝了 给老板赚钱 被榨干最后一滴价值 结果这时 手机铃响了 电话接听 里边是个小姑娘的动静 奶声奶气的说 妈妈妈妈怎么还不回家呢 没错 这声音能听出来 这是丹丹妈妈的女儿 丹丹 大女儿 结果上一秒还凶神恶煞呢 结果下一秒 这女人立刻切成 这侧母俩了 说着啊 宝贝啊 妈妈在上夜班呢 只有多赚钱 才能给你们买漂亮的公主圈啊 挂了电话 这丹丹妈双手合十 她来举佛号 转脸像提着裤子走过来的陶叔 甩了个眼刀 说着啊 你以后办事能不能小点声啊 损老年功德 我饶不了你啊 没错 功德 刚才还口诵佛号 她是个慈悲的虔诚教徒 但却对同性举起了荼刀了 那想要说 江月那可怜的姑娘 那纸条还真就不是她自己写的 是逃出找人 塞到她衣服里的 就这帮畜生 可不在乎冤枉人 他们的目的就是杀鸡警猴 那惨剧过后 仿佛啥事都没发生过似的 这姑娘们迅速聚集到六楼休息区 等待接客 那这时茶楼里外的灯都被点亮了 昏暗的灯光 配合着柔和的香薰 催发销魂之欲 那35个包尖迅速满园 所以那些没轮上 第一批服务的男人们 只能等待姑娘们下钟 然后再轮到他们上场 那走廊墙壁上 轮番播放着小姐们的农装艳照 他们被起了花名 搔手弄姿摆拍 那只为了客人更好的挑选 说一个钟代表45分钟 第二波上客人 速度绝对快 因为这家茶楼小姐们 经过严格的训练 换衣服 洗漱 还有打扫卫生 都在短时间之内完成 保证不会让客人多呆 那重庆的出租车师傅们 不愿意往这跑 要说拉乘客到高档一点的会所 司机会收到价钱不等的回扣 但亮点的生意太好了 看不上出租车拉来那点人 从来不给师傅们回扣 但就这些 架不住惊虫上脑 贪图享乐的男人们 十岁之位 这亮点的生意好到爆 这儿的妹子比哪家的都贵 个个是盘量条顺 那侧人的功夫更是一流 最出名的温开水 那就是这家拿手绝活使用的道具 那如果说丹的妈是人面初心 那她那大姐 大老板三姐 则是重庆黑道一姐呀 一个连流氓混合 都惧怕的女黑老大 靠着卖淫 从一间只有15平米的小美容院里边 一路做大做强 在道上是呼风唤雨 要说九十年代末 三姐是正经做买卖的 由于没有什么技术 美容院店面又小又破 生意惨淡 结果一天晚上 一个男子是鬼鬼祟祟敲门 问姐俩多钱干一次 到这儿 这对姐妹花才弄明 合着那些生意好的小发廊 小美容院 是搞特殊服务 才发展起来的呀 那俗话说 小姐从来不在本地干 那为啥 要脸面美 可这姐俩不是 到十岁开始 那就是学校里出名的风流人物了 一听下海能捞钱 俩人当时就在本地 开始了皮肉生意了 那随着生意好起来 俩人过了好几个 小姐一起干 可三姐觉得这不是事儿啊 那些过来的人流动性太大 还不服管 想要赚大钱 就得自己说了算才对 于是 她想到了纳粹 法西斯集中营 谁说 假如啊 搞一批女人 把他们关起来 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 给我做赚钱工具 岂不是最划算的事儿了 于是 一条毒气就此诞生了 那重庆劳务市场 人流量大 人员密集混杂 是一个挑选猎物的好地方 三姐摇身一变 成了招聘美容师的老板了 打扮入实 售灿莲花 专挑乡下 来城里务工的单纯女孩 和外来妹子下手 把那美容院的工作 吹得天花乱坠 说什么包施助 包培训 还有高工资 那些不安事事的年轻姑娘 哪驾得住这般诱惑呀 纷纷上着她那扎巴车 谁生想这么一去 一脚踏进鬼门关了 那些被骗来的女孩们 被流氓打手 没收了身份证银行卡 拉到废弃工厂 坐到基地 没有通讯工具 喊破喉咙 也不会有人前来搭救的 那接下来 那就是面对非人的折磨 这姑娘们吃的都是 打手混合们 吃剩的残羹冷制 住的是水泥地上的床垫子 不服管的会遭到毒塔 还有流氓们轮番领主 那所谓的培训 是学习下三滥 勾引男人的技巧 还有那些放不下身段的 不服从的 会被逃出根混混 强行破身 不听话的 想逃的往私里打 打到不敢生二薪为止 只打到骨损肉烂 还有态度不好的 记忆不合格的 体罚 坐二百吨起 扎马步 三姐手里有根 抬球杆子 扎马步时 谁腿软 坚持不住 这球杆 直接会刺劲下身 而经过这些 出生的女孩们 会被送到各个淫窝 她们从此踏入新的地狱 为了防止小小逃跑 有专车接送 混会儿 会二十四小时 不间断监视她们 每次营业前 都要进行搜身检查 想要在接客时 跟客人眉来眼去 传递信息的 想要找人求救的 一律打 推打说了 再接起来 继续干活 而接骨 休养的钱 倒要从小姐的微薄薪水里扣出来 那三姐 更给她们定了 严苛的规章制度 四十五分钟 一个周 上一个客人结束之后 要立刻在十五分钟之内 收拾好自己 跑步去前台 供客人们新一轮挑选 说每个小姐 每周工作最低三十个钟 若达不到要求 就会遭受严酷的体罚 当然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当然不是了 说每个月都要按时服用 控制精细的药物 以增加营业时间 还原的人一律堕胎 为了让客人有更好的体验 有的人还会被强迫 做私处和胸部的手术 那肛昂的手术费 也要从小姐薪水里扣除 那小姐们没有休息时间 就连人流之后的恢复期 都得拼命工作 那身体落下毛病不要紧 达不到标准的惩罚 才是更为可怕的呀 那为了让他们不能抱团反抗 三姐还想到连坐 想到举报等毒计 来离间他们的关系 那业绩不好的 会遭到毒打 轮奸 断食断水 关小黑屋 所有一切 都是为了打碎他们的尊严 抹杀他们的灵魂 这样做 才会任人摆布 无条件服从客人们的要求 那罪恶 隐藏在都市的霓虹之下 每一单生意背后 都有一双渴望救赎的眼睛 利益的每一分钱 都沾满了无辜女孩的血跟泪 然而即便他们承受着非人的待遇 却依然有坚持反抗的烈女子 说是有这么一天 像往常一样 姑娘们换上暴露的衣着 准备接客了 却突然听到楼下人高喊 说什么快收东西 就这声叫喊 瞬间引起了全员警觉 他们在十秒钟之内 迅速换好衣服 排着长队 从固定通道逃离 整个过程忙中有序 只用了短短25秒钟 接着不到十分钟 警察赶到现场 但是等待他们检查的 是合法合规的正经买卖 原来斯安姐 这个狡猾的女人 为了逃避警方的突袭 经常做逃生特训 那快收东西 这个四个字 是他们规定好的暗号 意思是有警察要来 特训不分昼夜 只要楼下有人喊 就得立刻动声 一个叫周延的女子 因为每次都慢两秒 得关进小黑屋 掉起来堵塔 一打就是两个钟头 只可怜这姑娘天生太笨了 四年来没逃过一次堵塔 活活被逼成精神病儿了 本来休息时间就少得可怜 再加上各种培训 这姑娘们 每天被折腾的筋疲力信 事实证明 一切都在三姐的掌控之中 不成想没过三天 这警察又一次突然到访了 而且来的警察人数 是平时巡检两倍之多 声势浩大 闹得是沸沸扬扬 所有人都没来得及逃跑 你说 这是有出头之日了 警方是来解救他们的 见此 这姑娘们也激动不已 对自由的渴望和憧憬 重新被点了起来 有些胆大的姑娘 是不顾打扫的眼神威胁 直接扑到警察面前 是痛哭流涕 大喊着救救我们 我们是被拐骗过来的 那有了第一个 就有第二个 几个女孩纷纷上前求助 然后这警察 却把那些求助的女孩 全都带走了 这什么情况啊 求助的带走 其他人就不解救了吗 可能你也以为 那带走的姑娘 真的是逃出生天了吗 并没有啊 现实给了他们 更残酷的致命一击 十多天之后 被带走的姑娘又回来了 他们个个是鼻青脸肿 一身破烂 一看就是被狠狠 折磨过的样子 而有三个人 再没回来过 因为他们已经变成尸体了 什么警察 什么突击检查呀 都是假的 一切都是三解社的圈套 为了试探女孩们 她让地痞流氓假扮警察 侥幸回来的人 要接受三解的再次摧残 被狠出伤口 被高跟鞋踩 那刑凶过程 所有人都要围观 要的就是以警校友 而那被虐待的姑娘们 这磕头如捣蒜呢 大喊着不不不 说再也不敢了 手下留情 留下做保洁 扫垃圾都行 给当狗都行 错了真的错了 没错 在三解面前 他们甚至连狗都不如 十多天来 他们饱受毒弹 七眼见到同伴 被活活打死了 他们祈祷三解 别发狠 别弄残他们 因为这些年来 他们弄残弄死的太多了 还有人 被关在储藏室里 整整六年不近天日 话说那逼着的 小黑屋里边 高位吉他那佩霞 一不小心 就摔进了排泄物当中 弄出了很大动静 过不上恶心 连忙捂住嘴 吓得大气 不敢出一声 而这时 门被踹开了 走进来那人 让他把心都低了 到嗓子眼了 那人警告说 别以为弄出点动静 就有人来救你来了 接着 没错 那人是三姐 三姐挥着球杆 是猛的向他脑袋砸去 只可怜这姑娘 只能用胳膊抵挡 祸碎的袖口 露出斑驳的伤痕 心伤叠着旧伤 密密麻麻 触目惊心 他说那佩霞 是在2003年 计划翻窗逃跑的 竟然被同事举报了 慌乱之中 不幸从八楼摔了下去 那高位劫坛之后 被三姐拿家人威胁 圈养在布希尔的储鉴里 跟那些肮脏的会晤 一起发烂发臭 不小心弄出点动静 会遭到一番毒打 受尽了虐待折磨 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那三姐说了 说养着你 是为了给那些 不张眼的看看 反抗我是什么下场 没错 这佩霞在女魔头的 言威之下是瑟瑟发抖 猎狱般的生活 她竟然熬了 整整六年这久 那另一边 为了不断聚拢财富 三姐经常带着心腹 忠仪到处巡视 那忠仪跟陶叔是老搭档 从年轻起就是拉皮条的 是团伙里的骨干 她是三姐的走狗 专门负责管理淘汰小姐们 那这会儿 忠仪说了 最近哪 有些姑娘卖不动了 咱们得进点新货才行啊 忠仪一边讨好着三姐 是献祭献策 一边踹了一脚 缺腿的保洁员 别讨了 只要不死 就得为三姐赚钱 就这些个魔鬼 趴在姑娘们身上 是敲骨膝碎 直到最后一滴血被榨根 还得把剩下的骨头磨成粉末 喝下去 才算完事啊 那茶楼内部是光鲜亮丽 装潢激进奢华 大厅等候区 还有台球桌 齐白市等娱乐设施 供客人消遣 而阴暗处 所有上班小姐 都要挤在狭小的宿舍里 睡着简陋的商家铺 有的屋子住了几十人 睁眼就是挣钱 闭眼就是绝望 那08年 是三姐权势的巅峰时期 在保护伞的庇护之下 她那恶势力是越来越大 只手遮天 干尽丧尽天良的恶行 她已经不清楚 什么是法律 什么是功德 没有任何惧怕之心了 被铺天盖地的金钱砸晕臭 她开始飘了 和警察打过几次交道 都侥幸全身而退 让三姐觉得警方不过如此 那一人得到鸡选升天 她那众多亲戚 是仗着她那恶势力 横行霸道 懒财无数 他们一伙人 早就引起了重庆警方的注意 那怎奈 这十几年来啊 三姐现在长了千里眼 顺风耳势 每次巡检都毫无破绽 而她背后的撑腰者 更是气焰嚣张 能把一切痕迹抹平 这让警方更是投他 那谁称想 三姐对小姐们做了魔鬼特训 还花钱过了眼线 直到09年 扫黑计划开启 重庆警方加大力度 挖出了三姐线人 那没了通风报信之人 恶魔像是被遮住了眼 堵住了耳 警方很快顺藤摸瓜 找到了亮点 组织卖淫的证据 到这儿 这狐狸终于露出尾巴了 那警方是一股作气 在09年8月7号晚上 出动200警力 抄了三姐的老巢 亮点茶楼被抄 三姐跟两个心妇 是闻风而逃 而她那妹妹丹的妈 和丈夫一起逃到国外去了 被拐看的女孩们 是放声痛哭 就这一次他们真的得救了 那四天之后 也就是8月11号 警方接到报案 一名已婚女子 在失踪几年之后 突然回家 但精神失常了 警方去她家走访 接她缩在角落处 见着人就哭喊认错 还发疯的 撕扯自己衣服 那家里人说了 说这姑娘啊 四年前去劳务市场找工作 然后就失踪了 生不见人 死不见世 那丈夫甚至想要离婚 可怎么都联系不上她 直到这次 自己跑回来 可人已经疯了 说她经常二话不说 就快速脱光衣服 光着身子 冲到大街上奔跑 谁都拦不住 那见死 那家人们既心疼又害怕 也不清楚 她究竟经历了些什么 于是报了警 想要警方了解她那遭遇 各位 还记得前面提到那个 一位特训不合格 被反复吊起来 毒打的女子吗 没错 就是她周岩 因为精神失常 失去了利用价值 被当做垃圾一样 丢到了荒野了 这女人虽然疯了 可凭借仅有的一点记忆 愣是一点点摸了回来 摸到了家 她是罪恶的剑种者 可她再也不能正常生活了 魔鬼夺走了她一切幸福 也摧毁了她那家庭 而另一个 那是佩霞 警方在清查淫涡产业时 打开离善不起眼的小门 这六年没见过阳光的佩霞 终于重见天日了 六年了 整整六年之久 佩霞看着刺眼的阳光是失声痛哭 无比庆幸自己在无数个漫长漆黑的日子里 没有放弃生命 终于等来了黎明曙光了 那虽然周延和佩霞 一个精神失常 一个高位截瘫 但最起码他们还活着 人悲痛的是 还有很多姑娘们 永远长眠在这充满痛苦的黑夜当中 再也见不到太阳了 十几年来 前前后后有上千名女性遭到了残害 其中十九人重伤 落下终身残疾 两人精神失常 七人下落不明 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还有人死后 被送到火葬场 烧成灰了 生前遭受虐待 死后尸骨无存 那变态残忍的酷刑 让很多女孩丧失了生育能力 搞垮了身体 而更可怕的是 她们被打上卖野女的标签 一辈子都毁了 声色全马之下 是一方吃人的魔窟 是女孩们用血肉之躯 扛下的屈辱牢笼 这之后那三姐 原名王子起 跟逃民谷 钟光玉 一路北上 逃到了辽宁沈阳 逃亡路上 几个人是招摇过市 很快在沈阳一家商场里 被抓获了 抓捕现场 三姐大喊着 说她是良民 那警察凭什么抓她呀 凭什么 凭天网恢恢 说而不漏呗 重庆警方联系国际刑警 将她妹妹王满宁 也就是丹的妈妈 在菲律宾抓捕 引渡回国 历时五百天 也亏她平时是求神拜佛 可惜佛祖不悠恶人 王满宁丈夫 常亮自知无处可逃 于是主动回来自首 下了飞机 高举一块牌子 上面写着 向重庆警方 投案自首 常亮 人说常亮是良心发现 才回来自首的吗 一个被窝 得睡不出两种人 她那点心思 路人皆知 她想以此来获得减刑罢了 身为罪犯的家人 不但不规劝检举 还吃尽了犯罪带来的利益 她跟王氏姐妹 是一丘之火 王子喜 1974年生人 1994年到2009年间 通过拐骗 毒打 威胁恐吓 囚禁等猎人发者的手段 控制良家女性 为自己牟利 就这个心狠歹毒的人 说踏入歧途时 年仅20岁 被抓时 也才35岁 面对种种恶行 王子喜不见棺材不落泪 这人狡辩说常亮的法人 不是他 说上面写是谁 就让警察去逮谁去 为了躲避隐藏 王子喜的产业 都不在自己名下 但可笑的是 维护一方的大姐大 是妥妥的法王 被解救出来的女孩们 纷纷联名举报 一个唾沫一个丁 铁证如山 任他狡辩再多也没用 那同位年轻漂亮的女人 为什么王子喜 对同性一点都不心软呢 是什么导致他 如此丧心病狂 他那成长史 给了诗人答案了 王子喜兄妹一共五个 他排行老三 这五人 个个都是臭名昭著的恶棍 大哥因为早年间 打架到欧 打死人 被判死刑 二哥跟五妹 不学无术 坑蒙拐骗偷 什么都敢 王子喜发财之后 两人仗着王子喜的势力 是横行霸道 老四王婉宁 更是一个虚伪狠辣的女魔头 那是王子喜 创业初期的合伙人 他说他们兄妹几个 从小受到教育 就是谁横 谁说了算 谁霸道 谁就有理 那家庭氛围 就摆在那儿了 这老鼠洞 钻不出猫来 王子喜那美貌 名羊乡里 上学时 有不少男孩追求他 这让他意识到 凭借外表 可以收到很多邮带 于是 他那心思 全放在了打本 和卖弄风扫上了 年纪轻轻辍了学 是混社会去了 很快 那人钱包满足不了 他那愈合难甜的胃口 他找到妹妹王婉宁 让人商量一分 开了一家美容店 接着是逐渐变成了 挂羊头 卖狗肉的勾当了 他俩很快引起了 业内老手 桃明谷的注意 这桃明谷初见王子喜时 就觉得这女人 不是善茬 是个千里股 于是带着俩人 去见了钟光玉 一个常年卖银 后来做了皮条客的 夜店老油条 他们几个是一拍即合 决定合伙创业 从此 他们正是踏上了 这条不归路了 于是 一开始的亮点茶楼 就这般应运而生 因为启动资金有限 茶楼内部最开始 十分破败 小逮住这客人的心 就只能提高服务质量 他们用非人的手段 排线了一群小姐 确保个个都乖顺听话 满足客人的各种需求 逃命谷负责 给新人立规矩 断了他们想回家的念想 钟光玉负责教女孩们 如何讨男人欢心 怎么乖顺听话 那王子奇姐妹俩 是一边拉拢客源 一边去康骗新的女孩 他们几个是分工明确 狼狈为奸 这么一干 就干了整整十五年这久 那王子奇团伙资产 达到上亿元 前后非法控制的女孩 上千人牵连之广 手段之狠辣令人发指 要说上亿元 放在现在也是惊人的金额 更晃 那是十几年前 那2010年8月11号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做出一审判决 以组织领导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强迫延罪 组织迈延罪 非法拘禁罪 行贿罪 五项罪名 对王子奇决定判处死刑 其骨干成员 陶明谷被判死刑 其余24名组织者 包括王子奇 兄妹在内 一人死缓 两人无期 剩下的21人 被判处 两年到20年 不等的有期徒刑 其小妹 王琼 不如欺满之后 于2011年3月 被收监 那面对宣判 王子奇高昂头颅 眼神极具挑衅 不仅不知悔改 他还在法庭上高喊 说他不服 要上诉 那不道欢和不死心 就这个女魔头 在做最后的挣扎 受害者家属闻之 恨不得撕烂这对狗男女 因为证据链完整 犯罪细节恶劣 法员驳回了 他那上诉申请 维持原判 2011年12月7号 这个罪该万死的女魔头 终于被执行了死刑 她也是建国之后 因为组织卖延罪 被判处死刑的第一人 只可惜 就算她死了 也无法抚平 受害者的伤痛 多少人被她毁了一辈子 多少家庭 因为她是支离破碎 天理昭彰 报应不爽 王子喜的案子已经结束了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 王子喜和王婉宁姐妹俩 是狡猾冷静 说要是把这股聪明劲 用在正道上 说不定他俩 会别有一番天地的 有人说 他们之所以如此狠辣 是因为原生家庭不太好 从小到大 他们的家风 严重违背了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 周围人对他们的态度一直是批判否定的 这在王子喜姐妹小时候埋下了叛逆的种子 所以他敢在法庭上叫嚣 是因为他完全不觉得自己错了 甚至是堂而皇之 跟社会为敌 挑衅法律 蔑视审判 会给他那心里带来满足 但是啊 说一千到一万 就这些都不能作为王子喜一家犯罪的借口 那有些人天生就是坏种 所以希望所有幸存的姑娘 都能得到家人和社会的治愈 走出恶魔给他们带来的烟氧 更希望恶魔就死绝起 世间不再有女子堕入魔窟啊 到这儿 重庆恶之花的故事啊 也就讲完了